花蓮縣壽豐鄉岩寮村發生一起車禍 53歲的王姓男子他開著小貨車 副駕駛是33歲的潘姓男子 他們在行經台11縣北往南方向的時候 不明原因跨越對向車道撞上路旁電線桿 車身側翻車頭懸空在路旁的邊坡上 消防人員出動破壞器材把駕駛救出車外 不過因為駕駛頭部重傷送醫依然是宣告不治 壽豐鄉岩寮村台11縣19號是發生了一起 翻車事件 53歲的王姓男子駕駛的小貨車 與副駕駛33歲潘姓男子 在行經台11縣北往南16.2公里處時 不明原因跨越對向車道撞上路旁的電線桿 造成車身側翻 車頭懸空在路旁的邊坡上 消防人員貨爆之後出動破壞器材進行救援 我們車座大隊10.50分接獲那個指揮車派遣 然後那個台11縣 然後約莫差不多16K的地帳 還有車禍的救助 那我們派遣過來要車跟那個13車前往 那到達現場的時候 發現小貨車是側翻 那我們先加以穩護反了之後結束患者 發現患者腳被板筋跟機錶板夾骨 我們利用推平板 然後將建立那個破壞的空間 然後順利 順利以花14分鐘 然後把患者順利破送救於破困人 而因為小貨車的車頭變形 消防人員出動破壞器材 才將駕駛救出車外 但是因為駕駛頭部受重傷送醫 搶救過後仍然宣告重傷不治 記者臨結收封箱才罵不到 記者臨結收封箱才罵不到